趴在地上低頭咬尾巴 對著鏡頭耍忙的比特犬闖獲了 二月底的一個早晨 一歲兩月的小弟弟在家裡面 被家裡養的比特犬攻擊 這個狗被發現的時候是從後面咬住這個台頭 咬住它會甩 比特犬是不會放 必須要趕快把它分開 不是去踢它 那阿公是去把它從嘴巴翻開 表皮的撕裂傷以外 左邊它的骨頭是整個凹陷下去的 有非常嚴重的乳骨的骨折 而且這個骨頭是刺穿腦部 我們就把這塊骨頭鋸下來 鋸下來以後它應該是碎裂的骨頭 一定要縫回去 因為底下就是腦部 所以我們用圍形的骨板 拼圖的方式把這些碎裂的骨頭再拼回去 南童術後恢復良好 四肢活動和語言能力沒有退步 未來仍需追蹤觀察 比特犬生性羞猛 在全球各地攻擊人類事件頻傳 英國、加拿大等國都禁仰 為何南童會單獨和比特犬共處 相關單位還要調查 不發阿中心台東報導